欢迎您收听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 爱家网是一个服务华人家庭的新媒体 我们不定期地邀请各个领域的生活达人 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 帮助华人家庭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我们也十分欢迎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的朋友们自建 成为爱家网下期节目的嘉宾 欢迎大家关注爱家网公众号北美爱家 获得下期节目信息 下面请您收听今天的主题节目 爱家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海东 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钢琴的学习 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都会学习一两门乐器 而其中最多人学习的可能就是钢琴了 关于钢琴的学习 家长们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而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三位妈妈 分别和大家分享 他们的孩子是如何学习钢琴的 以及他们对其他的家长们有什么建议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准备学习钢琴 或者正在初学钢琴 不妨来听一听这几位妈妈的心得体会 第一位我们请出的是Alexa的妈妈 Alexa今年八岁 五岁半开始学习钢琴 学琴时间两年半 就在今天举办的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Young Artists 纽约国际钢琴比赛中 Alexa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我们先听一小段Alexa的演奏 就直接就想到学钢琴吧 还是有考虑过其他乐器呢 一开始就选择了钢琴 因为他爸爸小时候练过琴 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点点键盘 所以在我们考虑到音乐的时候 首选肯定就是钢琴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 钢琴可能可以比较好的协调左右手 然后当时是以开发他大脑为出发点来学琴的 先买琴还是先去找老师呢 当时是就考虑他要学琴 然后我们就先去买琴 但是不知道小孩子能坚持多久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选择的是一个电钢琴 然后价位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电钢琴 是那个Kawaii 然后我们在他五岁生日的时候 给他买了这个钢琴 但是呢一开始都没有学 只是说放在家里 然后他有他自己喜欢的时候 可以去随便摸一摸 然后他爸爸倒是在那段时间经常练琴 所以算是一种熏陶吧 然后一直到他将近六岁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周围的朋友 开始学琴越来越多了 然后他也提出他也想去学钢琴 然后我们就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找到了现在的这个老师 这个Joyce Music Center 有时候会带他去看一些 比如说草地音乐会啊之类的 但我们家庭并没有就是特别的音乐的背景 所以没有很特特殊的这方面的准备吧 就是一个主要他爸爸小时候练过钢琴 然后他长大了 也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吧 所以偶尔会练练琴 让他有一点这个就觉得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刚才你有提到哈就是Alex自己主动提出来六岁时候想去学琴 你觉得什么原因让他会自己主动提出来呢 可能也是我们自我们一直就就是有就给他灌输他要他要学一个乐器 然后他爸爸学过琴妈妈小时候也弹过一点 然后我们又买了钢琴 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就eventually他和他他是需要去学琴的 然后他爸爸曾经尝试自己教过孩子 但是搞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他就说那我要就找真正的老师教我弹琴 为什么会自己教琴会搞的鸡飞狗跳呢 会弹琴和会教弹琴实在是完全两回事 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要求 这个和这个老师对孩子的一个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交到这个专业的人的手里 就孩子对他可能也没有期待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管束 然后他对孩子的期望可能又接近于他小时候受到的那种训练 但他以前那个年代受到的训练肯定不是以这个兴趣为为基础的 都是就是执法呀练习啊 所以很很难就是对对对很难 现在和现在的那个理念是很难很难就是match的 所以明白对那你开始那你刚才提到 后来找到Joyce Music Center去学琴 那之后一直都是在Joyce那里学琴 对对对我们在两年半都是在那里学琴 Alexa有没有去考基呢 他有他是在学琴大概一年半的时候去考了Nisma的二级 Alexa去上课那应该是每星期去上一次课是吧 现在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星期上一次课 甚至跟那个Joyce提我说是不是他要去上那个集体的那个group class 然后后来他有一个15分钟的trial然后结束了以后他跟我说Alexa是可以上一对一的 然后就开始了一对一的那个学琴第一年年底就是表演的那个阶段 那段时间我就发现因为表演的歌曲比较难一些 然后他有一些吃力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加了一节课 然后是他现在的那个沈老师 也是他们那个Joyce Music Center的那个一个老师 然后就等于Joyce是授课主要授课 然后隔了两天我们就可以再见一下沈老师让他来来等于茶漏补缺 然后跟进进这个进度吧 然后一个星期上两节课可能维持了大半年 然后到大概他自己的reading啊很多方面的水平提高了以后 我们又恢复了一个星期一次课 但把课时调长了 我比较喜欢Joyce那里的一个原因也是他有他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比较正式大规模的一个演出 然后这个演出就会让那个会Joyce的理念就是考级不要着急 但是那个演出可以拔高一下 因为毕竟演出哪怕就算失误了 对小孩子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那种记录上的记录在案的打击 对所以他就每次给他选取的曲子呢都会比他实际的水平要稍微再高一点 所以每一次通过练习那个表演的曲目对他而言其实是进行了一种飞跃 所以每一年那因为那个曲子他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飞跃 那我想谈一谈就是刚开始学琴的时候除了唱课之外 那回家练琴是怎么一种情况每天都有练吗 大部分时间是有练可能时间没有太久 对可能一开始从从10分钟15分钟 然后一直到20分钟 然后到现在30分钟有时候稍微长一点这样子的水平 学琴的时候家长是不是都是陪着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的 是我们全程都全程都是由我来陪 就上课的时候我也会就听一下老师的主要的知识点 但是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吧 我就觉得我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他的水平了 可能小孩子就是双手的协调能力啊什么的都更强一些 所以当时一开始我还跟着他一起练 后来就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跟上他的那个水平 所以也就是后来发就是碰到了那些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情况 那我就再给他加了一届课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对 然后到到后来他自己能力提高了以后 我现在主要就是一个观众了 对是他一个听众和观众 然后更多的是我每节课会坐在里面听 但是具体的哪个音谈什么 我都完全没有办法get 但是我会大概知道一下老师的要求 比如说这里要听那里要重 然后这一段老师出错 大概我有一个概念 然后在练习的时候会提醒他 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也很好啊 就是你在听课的时候 其实在听他容易出错的在什么地方 老师当时就抓住了 然后呢你在回家的时候可以督促着那个出错的地方 在反复的练习能够练好 还有老师讲的一些终点 还有一些知识点 你能可以记录下来 你有做笔记吗 这种上课的时候 那没有 对对对 就大部分 因为他现在其实自己基本上能够就是比较好的 把老师的内容吸收进去 然后老师也会在他那个乐谱上做上记录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听众 那我们先谈一谈回家练琴的情况 一般的这个陪练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状态 我们家对他的要求就是 每天他如果想要娱乐的话 必须要做完几件事情 其中的有一件事情就是练琴 所以基本上呢 他都还是就因为他想要娱乐了 所以他会比较主动的去啊 我现在吃完饭了我要弹琴 所以一般来说时间比较固定都6点到7点 7点到8点 8点钟之前吧 肯定都谈完了 好的 对 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Alex想说的娱乐是什么呢 是看见的 玩游戏 玩iPad吗 对对对 玩电脑游戏 电脑游戏都是玩 那除了你规定他要做这几件事情 除了谈琴还有什么其他几件事情 我们要学中文 对啊 然后要做一些extra的math 然后他自己要做reading 然后要做wordly wise 然后有时候有debate的作业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还是第一场表演吧 就第一场大规模的表演 因为当时给他选了一个曲子 是Disney的那个主题 然后他选的一个曲子呢 是一个三拍子的一个曲子 然后那个曲子里面 他等于是Alexa 等于是第一次接触切分音这概念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挺难get的 就是你左右手怎么样 在合适的时间去配合进去 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做到 然后他那段时间 也是非常的就是fustrated 因为他就是有时候就会哭着说 就是我做不到啊 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 对然后也是我之前提过 然后我就想到呢 还是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然后我就找了沈老师 然后沈老师和Joyce就是一种配合 Joyce就等于受薪克 然后沈老师呢是答疑解惑 然后对 对然后这么一个过程慢慢的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他克服了 好像就忽然间他就get到了 对然后就对对对开窍了 然后他就这个这个困难克服了以后 其实对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正面的鼓励吧 他以后就碰到哪怕有一点难度的 或者一下子觉得自己做不到的这种碰到这样的曲子 或者段落的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就就就发飙啊 对对对他要娱乐 所以好像我印象中就是因为要他弹琴发生那个争执的情况很少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他能够坚持到现在吧 如果说对他太太过于苛刻的话 我想我也不希望因为恋琴牺牲我们的亲子关系 你有没有跟Alexa 一起演奏过 哦有有一有一小段是他学琴大概三个月吧 对就在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 对是一个很小的在那母亲节的一个 对很小的那个时候我我还能够勉强给他搭了个左手还是右手的 后来就不行 你觉得Alexa有钢琴的天赋吗 实事求是的说我觉得他是个正常的孩子 不能说就是有一什么特殊的天赋 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快能够掌握老师的意思的一个孩子 所以练琴的过程不是太痛苦 所以我们就愿意坚持下去 然后同时也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恋琴把这个演奏吧 能够发发展成一个以后的兴趣 能够成为他以后人生中的一点 就比如说他他自己很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排解的一个方法 然后也希望成为他这个给自己人生加分的一个point吧 他除了每天就是每周上课 每天的恋琴 有没有做一些额外的跟钢琴有关的事情 或者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他爸爸其实挺喜欢音乐的 所以他爸爸会带他去听一些比如说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之类的 对他明年也已经给他订了五六场的音乐会的票已经都订好了 对他爸爸挺喜欢音乐 今年吗还是明年 就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这样子提前可以订 能够考虑一下是哪些音乐会吗 哦他选了好久 选了一两天他才选了好多场 对但都是爱乐的都是爱乐的 对对对对 在曼哈顿的演出 对林肯中心的演出 Alex还有没有去上一些其他的新曲班除了上钢琴课 有挺多的就比如运动 游泳 篮球然后debate 辩论 然后还有在家学中文 在家学中文是怎么学法 我自己教他 对我自己教他 那你们用了蛮多心思的 对花了不少时间 那Alex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特别的个人的爱好吗 他比较喜欢scratch吧 Coding 是吗 Coding scratch 然后喜欢玩游戏 Roblox 这是他最喜欢最爱 每次为了这个可以让他做很多事情 对 Alex这次比赛 那之前他的表演的机会有很多吗 主要的表演都是Joyce这边的表演 明年有两场recital 然后年终那场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 但年尾那场大型的我们是一定会参加的 那好像六月份就有年终那一场 对年终那一场 我们也在准备看吧 看他如果能够准备出来 我们就就会参加 那我们谈一谈比赛当天的情况 比赛当天Alex彈的是什么曲目 他谈的是Float Time 对那首曲子 他去年的圣诞节的表演也是同一首曲子 那当天比赛的时候他紧张吗 比赛之前都会表示他有一些紧张 然后他很怕出错 主要是就总是问我如果出错怎么办 然后他爸爸那天就比赛之前吧 就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是那个Pattie Smith 就是为那个Bob Dylan 去诺贝尔领奖演唱的时候 他不是忘词了吗 然后在那个诺贝尔奖那么大的舞台上 他就也很不好意思 但也很淡定的说 I'm sorry I'm too nervous 我太紧张了 所以我忘词了 他爸爸就告诉他 你看这个世界上顶尖的这个表演者 在顶尖的社会上也会出错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他就觉得 嗯是 然后他可能对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吧 所以他也就没有那么紧张 Alexa Bob 爸爸在学情上有没有一些分歧 一开始是有的 因为我 我是比较认为孩子就是以这个 兴趣兴趣爱好为主 然后他爸爸因为以前 他就一直不怎么看得上 Alexa的这个基本功啊什么的 对对他有更高的期待 对但但另一方面呢 他自己也知道 就他那种练法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他也的确只练了几年 就因为他太枯燥 或者太time consuming 他就没有办法坚持了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很矛盾 后来 后来我们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 他不参与这个具体的恋情事宜 完全退出这个具体的恋情事宜 然后在精神上鼓励他 退出乐团了 对对对对对 对Alexa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吗 Alexa以后这个钢琴 就是音乐方面 我们没有想过走太专业的道路 我们就希望他以后 他能够就是很自信的参加一些表演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种眼界和胆量 同时他能够让音乐变成他的一种兴趣 陪伴他的人生 然后也希望给他的人生多加几分吧 那他除了钢琴之外 你还有兴趣让他接触一些其他的乐器吗 暂时没有 就顺其自然 因为那个三年级的时候 学校可能会引进recorder之类的 到时候看吧 就看他就顺其自然 看他自己的喜好 对家长朋友们 他们可能面临着孩子要去学琴 可能有的刚开始 有的还在struggle 可能还有的在不知道怎么去带领孩子上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特别成功 或者怎么样 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谈不上什么建议 就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的能力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定吧 然后同时他同时我们应该对孩子们以后的这个目标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然后如果有了目标和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后呢 就不要太动摇 因为往往是因为小孩子你要问他喜不喜欢弹琴 他肯定会说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 除非是那种特别特别天才的选手 要不然的话 大部分的孩子是吃不了苦的 或者说只会喜欢有意思的一面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来坚持 或者支持一下 如果家长不动摇 能够比较稳定的支持他的话 我想孩子 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终身的兴趣吧 非常感谢Alexa妈妈的精彩分享 其中提到的一些建议和心得 我在节目的最后也会帮大家总结一下 第二位我们请来的是Cala的妈妈 Cala今年六岁 四岁十个月开始学习钢琴 学琴时间将近两年 因为学琴的时候年龄比较小 所以Cala学琴有着一些特别的挑战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请出Cala的妈妈 首先还是听一小段Cala的演奏 Cala年龄比较小 我就本来是带他去Joyce老师那边 想试试一个group license 但是Joyce老师测试了以后 说他看起来ready了 已经可以上one on one的这种课 所以我们四岁 将近四岁十个月吧 开始的 那有什么一个标准判断 还是不是应该上group license 还是上个人的一对一的课 当时Joyce老师就讲 他一个是我们试课半个小时 他可以一直follow instruction 然后所有的attention都在老师那儿 然后他的手指的力量也有 也不是说或者坐不住啊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老师觉得他就基本上可以开始了 钢琴是你们学习音乐的第一首选吗 还是说你有考虑过其他乐器呢 应该是第一首选 因为一个是我小时候学过 另外一个我的父亲也自己业余爱好也弹琴 所以那很难得啊 对对对 在他们那个年代其实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家钢琴以前就在开了没出生之前已经有了 然后呢他出生以后 因为我父母在这帮我带小孩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爸爸白天会弹一点 游览曲啊什么小朋友的这种歌啊 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就可以听 然后有的时候他高兴了他会跟着手舞足蹈啊什么这样 所以大概我觉得大概好像就四岁左右开始 他就有那种自己要过去碰一碰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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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所以我慢慢的开始注意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钢琴来开始这个音乐的学习 能问一下是什么牌子钢琴吗 Kawai的标准的历史钢琴 那从四岁多学习到现在也多少年了 六岁将近两年 马上来我们是从六月份开始学的 现在马上就两年了 一直都是在Joyce老师那里学习 对对对一直跟Joyce老师 那一直也都是上的一种一对一的这种课程 一对一的课一礼拜一次对 每星期一次然后上课每次时间都是半个小时 都是半个小时 上课的时候你都是有去旁听吗还是有 对我最开始他年纪小 所以我一开始有一点担心 所以整个我都是在教室里边 每节课都跟着听一直到现在 坚持两年都是一直听 对的一直每次只要我去我就在里面很少偶尔的时候有我不在的情况 可能我线上会带着去 但大部分都是我去 那你在旁听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吗 你会录音吗 你会做笔记吗 这个倒没有 因为Joyce老师讲的这些基本的无线谱什么这些我都会 但是我会听 我会看看他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啊 手型啊什么节奏啊什么这样 我回去会帮他能一起练习 回家以后他是怎么练琴的 就是每天都会练琴吗 每天都练最小的时候那时候时间短 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天 现在慢慢年纪也大了 然后曲子也比较难了 现在基本上能半一个小时 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至少吧 周末的时间会再长一点 每天都基本上都每天都坚持有练习是吧 对对这个我也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孩子也不容易家长也不容易能坚持下来 所以基本每天除了除非什么出去玩啊或者他生病啊 有没有为他学琴做过一些特别的准备工作 他小时候我会带他去看一些儿童的音乐剧啊 不是那种整场的白老会 但是就是很短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给小朋友排的 他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啊什么的 有时候会跟他一起看着video唱一些小孩的 Nursery Rhymes啊什么的 就大概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说哪一方面的乐器给他 没有 你觉得他有这方面天赋吗 天赋我觉得可能跟其他家长都一样吧 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特别的地方啊 我觉得当然Color可能也有 他节奏感挺强的 然后对旋律的听一首歌啊 听一个曲子对旋律的记忆很快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不足以说是一种天赋吧 就是说可能我觉得比别的小朋友可能突出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 天赋很难很难讲 初学琴的时候你帮他排练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呢 也有一直到现在都就是读谱方面 就是他因为他年纪还小嘛 他可能最开始小的时候 ABCD还认不全呢 那个letter然后左右也分不清楚 所以就那个时候比较困难 然后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呢 读谱还是一直在一直在要慢慢提高的这么一个能力吧 随着练得越多可能进步的越快 但是反正他现在还是小 然后就这方面还需要再提高 我想也很多的父母们可能面临同样的困难 对对对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在读谱这方面我从就是国内 我从淘宝上买了一个那个 一个就是这种磁铁的那种 无线谱的版 然后上面有那个磁铁的音符 然后就反正每天就练呗 然后如果认对了几个那就奖励 小的时候吃点零食啊 什么糖果就行 现在大了越来越难满足了 但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吧 练琴练得好有有奖励 练得不好 当然也有也有相应的算不上惩罚 但是也没有什么奖励了 就大概这样 这个补助性的工具能帮他去试谱 对对对 这个玩具挺有意思的 然后另外网站上也有 我好像我现在记不清那个网站 但是有的那种网站可以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练side reading的网站 然后他会 你可以上去就是选不同的程度 简单一点的呀 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也有给他练过 其他的像Joyce老师也推荐过 有side reading的书 也练过 就这都是反正慢慢的练吧 只能这样 也不能着急 孩子学情过程中 你有没有也跟着一起学呢 也有他弹的曲子 他最开始当然很简单了 我可能一下就可以弹 慢慢的他学得越来越难 那我有的时候也花一点时间要跟他练 然后我们俩曾经在有一次 recetto上一起弹过四手联弹 然后小小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课本是 刚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弹一个主旋律 然后他旁边有一部分是 老师来弹配合小朋友 就让小朋友觉得我弹得挺好听的 所以这部分的老师配合的呢 我在陪他练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在家 配合他一起弹 然后当然上课的时候 Joyce老师也会陪他一起弹 就让他觉得很快乐 学习钢琴是一件挺快乐 挺美好的事 现在你都还能跟上他的学习进度吗 大部分还可以 大部分曲子他弹的我还可以弹 但是有的比较难 他花的时间练得比较长 然后他弹得快一点 我弹得慢一点 大概这样 那他得监督你 对啊对啊 他有的时候会反过来说 这个妈妈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挺好 那你每天你在监督他练琴的时候 那知道这个可能是 对有些家庭来说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是的 你一个人体验是怎么样子的 我非常理解 确实有这个 有这么一些时间 就是孩子不愿意练 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也 有的时候除非他 比如说身体状况不好 或者怎么样 可能就算了 但是大部分时候 我会用同一的标准 我说你今天咱们这个时间 就是一个小时 那个我有一个timers设在那 我说你这一个小时 有效的去练 只要timers一结束 我们就可以停 但是如果你这一个小时 你在wining 在这样在那样 那就把你 无效的练琴时间 要加上去 那你就走不了呗 你就在钢琴这一直坐 而一直走不了 反正就是 不管用什么方法 就是保持consistency 就是一直用这个方法 他慢慢的也就 也就习惯了 大概这样 有一个计时器在钢琴上 好的 如果有的时候 孩子说 就是今天就不想练琴 就不想练琴 我们也有 就是把这时间一直耗光 你不能练琴 也就不能干别的 反正也有过这情况 耗到最后睡觉 那就睡觉了 那也没有办法 然后有的时候 或者是还有的时候 比如说 他现在情绪不好 我们take a break 我们把一个小时分成两段练 分成三段练 这样每一段时间短一点 互相给个台阶 我说你那个好好练 这半个小时 那我妈妈考虑一下 下半个小时 是不是可以给你缩减一点 大概这样 反正每次都不一样 是一个谈判的一首 谈判的 对对对对 现在孩子越来越大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除了就是每周上钢琴课 然后每天要进行练习之外 有没有在做其他的 额外的跟钢琴有关的事情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 就是Joyce老师这些表演 每年每半年一次的这个表演 半年一次表演 其他的也没有 本来想 今年年初本来想考级 但他那个胳膊骨折了 所以就错过了 这个考级的这个时间 就也没考成 那是每年一次的 对对对 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吧 Kara有没有其他的爱好 她很多的爱好 她上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课 什么体操啊 跳舞啊 游泳啊 还有中文课 这是所有 我看大部分中国孩子 可能都要上的 都是周末的时间去上是吧 平时会上体操课 平时的晚上去上个体操课 然后剩下的课 全部都在周末 每一个他都喜欢 每一个都喜欢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该 该drop哪一个 哪一个他都喜欢 音乐在他的喜欢的这个里头 排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呢 是比较靠前 比较靠后的一个兴趣 我觉得可能 因为要需要很多练习 可能不是排到最前的 但是肯定不是排到最后的 他应该比较靠前的 因为他通过练琴呢 他有很难的时候 他要练习 但是他也有很快乐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上台表演 大家都表扬他 大家都夸他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学校 他们音乐老师鼓励 这些会乐器的小朋友 每次上音乐课 只要你想弹 都可以上来表演 所以他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钢琴对他来说 有他所谓show off的时候 让他自己很快乐的时候 也有练琴比较难 比较困难的时候 那你觉得像半年一次的这种演出 对孩子学琴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 就是让他比如说上台的这种 锻炼他的自信心啊 然后这个就是在 因为有的孩子 就是那种表演型的所谓 可能我觉得凯拉就是有点这种 就是他上台的时候挺镇静的 然后也不紧张 在家练习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还有错 但一上台就没什么错 把他发挥的会更好 发挥还不错 对对对 孩子爸爸对 你看了学琴的一些看法 孩子爸爸起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尤其是 我觉得可能 所有的大部分时候 可能都是陪练妈妈 比较多这种情况 然后妈妈们 不管什么样的性格脾气 都会遇到孩子 可能发脾气不想练啊 或者什么这些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那个妈妈也跟着着急 这个时候就需要 爸爸可能出来 调和一下 起个缓冲的作用 我家爸爸基本上就起这个作用吧 所以我觉得夫妻在这件事情上要 比如说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让孩子学琴 那就要有一个配合 有不同的角色 然后另外我们 比如说这个 他小的时候弹那些琴 有的是一些就很熟悉 我们都知道的歌 然后他上面有歌词 可以 他是有 你要是家长可以跟他一起唱 一起什么 他就觉得 哎呦我弹的可以给你们伴奏 所以我们爸爸有时候会陪他一起唱歌 这样的 那这种嘉宾气氛真的很好 对对对 我们家有时候小型音乐会 他弹的曲子 只要我们会唱的就一起 他弹你们唱 对对对 对开了以后学习音乐 有什么期待吗 我就希望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是他在 他对钢琴有 真的有更深一步的热爱 更深一步的发展 我也会支持他 如果他对其他的乐器 或者音乐其他的方面 以后慢慢有更多的兴趣 我们都会支持他 最后其他的父母们 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尤其是小小孩子学琴的父母 别着急 就是孩子他整个发展的过程 大脑啊什么 包括手啊身体啊什么 他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一开始也是曾经有过很着急呀 他这个谱子就是不认识怎么办呢 我就跟Joyce老师也聊了很多 Joyce老师也说 就不要着急 这个都水到渠成的事情 慢慢的孩子长大了 他的理解能力到了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进步 所以 还是有耐心哈 对对对有耐心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天赋这个问题 这个我也挺想再说两句的 就是说虽然家长大部分都觉得 自己的孩子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好那里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天赋 天赋或者说才华这个东西 在你开始做一件事 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你上手比较快 就很快就能就能 就能开始抓住重点什么的 但是很快的当你 慢慢的深入的在这一方面进行学习 这个所谓的天赋 所谓的才华 这个优势很快就会变得不那么明显 后天的努力反而是 你的不管什么样天赋 你都需要后天的努力来磨砺它 让它更好的发掘 然后更好的发挥 所以我觉得天赋和努力 不是一种反比 就是说我天赋高 我就可以少花点精神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反过来应该是 完全是正比 你天赋越有天赋 你越应该去努力 不辜负这个老天给你的这一份 这一份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非常感谢卡拉妈妈的精彩分享 卡拉妈妈提到的一些建议和心得 我在节目的最后 也会帮大家总结一下 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 我们请来的是 Jonathan和Justin两个男孩的妈妈 哥哥Jonathan今年十岁 弟弟Justin今年七岁半 两个人学琴的时间不到两年 Jonathan和Justin妈妈提到 因为男孩子喜欢运动 所以让他们学琴 也是希望可以调剂两个男孩的定性 我们先听一小段Justin的演奏 能不能介绍一下 你的两个孩子和他们学琴的一些基本的经历 好 我们两个都是男孩子 大的叫Jonathan 今年十岁了 小的叫Justin 今年七岁半 六月份就八岁了 他们学琴有多久了 学琴大概快两年了 一年九个月吧 怎么决定让他们去学钢琴 有没有考虑过 学其他乐器 他们两个都是男孩子嘛 所以 学的都是运动的 像他们有学台拳道啊 Basketball 然后我就是想让他学一些一门乐器 但是看见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弹钢琴 然后呢我就想让他们试试看 弹钢琴怎么样这样子 你决定要去让孩子学钢琴的时候 你是直接去买了钢琴吗 还是说先去老师那里学习吗 先去老师那边试一下 还没有买钢琴 试的时候是试的这种集体课程 还是说就直接有一对一的课程 直接是一对一的 那当时试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就是说孩子确实可以开始学钢琴了 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帮你判断 记得当初是爸爸带他去的 然后呢就在那边学了三四个月 没东西学出来 因为呢爸爸带上去之后 就在旁边沙发上睡觉 然后回来的时候 问小朋友今天学了什么呀 功课有没有带回来要练什么的 他说不知道 然后问小孩子不知道 朋友介绍 介绍了现在这个沈老师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看他 他学的还不错 这样子我就坐在旁边弹 去弹琴的时候 如果没有很注意 孩子到底要学什么 做什么功课的话 那回来这个学琴的效果就会很差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对对对 不要在旁边睡觉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在旁边看学琴的过程中 你都会留意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你都会怎么 将应的回家以后怎么去做呢 我会留意老师就是怎么教他 我看老师是怎么教他 然后呢就是老师 今天布置的功课 然后小朋友就是在弹的过程当中 哪个部分这样子就是弹的 就是跟不上 就是哪哪个部分他就是 就是弹不好这样子 回到家里面 我要去给他就是再练习 这样子 明白那你会注意他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难点 那你会进行录像或者录音或者做笔记吗 这方面我没做到 就完全就是观察 让他记忆就好了 对因为就他就整个课程就半个小时嘛 我们在正式学心之前 那两个孩子你有没有给他们做一些任何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食谱啊或者是做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去看一些音乐会啊 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呢 没有都没有 就直接就再去老师学了 是的 是什么时候决定买的钢琴呢 学了三四个月 那么分享一下你买的什么钢琴 是电钢琴 什么牌子呢 是亚马哈的 亚马哈的电钢琴 好的 那你现在在Joyce Music学习钢琴 那我们先谈一谈每天回家以后的练琴的一些心得啊 你是读书孩子每天都要练琴吗 几乎都是每天都要练的 练多久 30分钟 如果今天就是新的谱子如果拿回来就是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那可能要40分钟 学到新的东西的时候比较难的时候 你会刻意的多放些时间进去 那你再详细谈一下这30分钟40分钟的时间 我们具体都在做什么 基本都是回来就是回来之后呢 就是老师布置的功课 如果他就是谈到哪方面就是哪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比较难一点的 我会让他一直在在这里一直在谈在练习 这样子 在练习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就孩子不想练琴的情况 然后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会 刚开始记得他刚开始学的时候 每次去上老师的课 老师说这方面如果他做的 我弹得不是很好就叫他重复重复这样子 再弹这样子 他都会发脾气在那边敲钢琴 打钢琴的真的 回到家里面就是说 弹30分钟嘛 你叫弹30分钟我给你两颗星星 那如果你积极到多少星星之后呢 你就可以兑现你想要的礼物 想要买什么玩具这样子 小孩子小那个时候六七岁嘛 哇礼物可以买到自己亲爱的礼物 那他就会挺开心 OK我去去他就去学了 那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也会碰到就是他们不想谈 真的很不想谈 就是发脾气哭也都会的 那时候我就让他先take a break 先休息一会儿 其实他那个时候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也是心情也不是很好 那他需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再冷静一下 大家都冷静一下 对对对对 像我们家小的就是比较那种性格 就是比较增强好生 你不想谈是吧 OK那时候OK那你就不要谈了 不要学了 那以后我就跟他讲 那你以后就做一个观众嘛 做一个听众在台下 看人家怎么表演 然后他一听听 听听到这样子 那我谈吧 我试试看吧 我试试看吧 这样子 大的呢就是 他很想我今天如果 就是谈得很好的话 你把我放上朋友层 放上YouTube 谈谈谈 我说哎呀好像在这里 好像谈得不是很好 他说没关系 我再谈一遍 我再谈一遍 对有的时候就是看小孩子的性格 有的时候看怎么自谈 对他们两个特点还蛮不一样 孩子学经过程中 你有没有也学呢 我没有谈 但是就是陪他 他们学琴快两年了 也陪在他旁边快两年 所以不会谈 但是会看 每天都在 每次上课都坐在旁边 能看出门道了 看看能看出一点点 这样子 这两年的时间 你基本上每节课都参加吗 还是说现在可以不去参加了 我还是看的 那你觉得就是孩子在过去这两年学琴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他们就是不想谈的时候就是像这段时间都在练习那个小朋友都在练习那个躺高纸 然后他们练得都哭了都说手指很痛 很痛啊 那你觉得就是说那两年前他开始学钢琴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扎琴的提琴的情况 然后现在练到太手指这样的比较难一些的这种手指的技巧都会练到哭 就是自己遇到这种有困难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这个能力的更高就是更多的提升呢 还是说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是还是一样的这种处理方式 他现在就是我发觉就是他会坚持下来 他知道很难 他知道很难 但是他还是会到最后他会坚持下来 会知道这很难 但是他会把它给给给学下来坚持下来的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所以说弹钢琴其实挺好 因为以前刚刚开始学的时候一首曲子拿回来很难 他们练到哭不想就是再弹 但是呢我让他坚持下来每天都学这样都都练 然后呢特别是钢琴就是一一首曲子刚拿回来的时候 第一周第二周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他们坚持下来的时候弹到第三周第四周 调子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其实很好听 他们很开心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家长跟他讲是很难 只要你坚持下来其实你可以做到的 然后其实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毕竟学了快两年了 所以他也他们好像已经误出了一个道理这样子 虽然很难只要我每天坚持练的话会练出来的 那他现在还有提琴砸琴的这种情况 这现在没有了 现在去上课怎么都不会发脾气了 所以就成为一种习惯 然后每天回来练琴就是好像好像你今天去学校回来要做功课 是吧 对 但是他知道毕竟但是他在弹琴过程中他知道很难 有的时候会发脾气 但是他知道我还得要去完成它 嗯 那其实上在性格上也有所改变 就是因为缺琴给了他这种锻炼那种机会 那他小孩子好像也学会一种耐心这样子 会耐 所以说学钢琴挺好的 小朋友锻炼小孩子的耐心 以后就是不管到做任何事情 就算很难 其实小孩子就要坚持慢慢的自己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挺好的 你觉得两个孩子就是学琴过程中 你觉得他们有天赋吗 天赋 我看不出来他们有天赋 不过他们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让孩子学琴 他们因为在毕竟有进步嘛 都学的 发觉比以前谈的 就是谈的 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嗯 之前的这些付出是 你看到有成果 不断的有这个进展 所以你会继续推那个 push他们继续做这个事情 是的 除了上课和每天的练琴之外 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事情 跟钢琴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有吗 自从学琴了之后 我发觉有的时候 开了电视给他看一些钢琴演奏 发觉他们会认真地在看 嗯 都挺好的我觉得 对对对 这比看其他的一些节目要好很多 嗯 他会去看 如果换成以前他是不会看 就觉得 刚才你有提到他们也很喜欢运动 那学钢琴以后有没有就是影响到他们的运动的一些兴趣爱好 没有男孩子他们也喜欢运动的 嗯 那除了上钢琴班之外有没有还给他上其他的班的 可以上游泳的台车也有 那就是周末的时候都是星期六的时候都是一天都是到处跑来跑去 比较慢 比较两个孩子差两岁 那他们两个学的兴趣班都是一样的吗 大的那个呢不喜欢台车 嗯 嗯 就是少了一样 小的喜欢篮球 砂格还有游泳 那大的也喜欢砂格 游泳 嗯 篮球呀 嗯 那也还都是三样运动加一个弹琴 那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啊 孩子爸爸对孩子学琴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嗯 他觉得 嗯 就是 小孩子以前 以前不懂嘛 但是 他刚到现在小朋友就是有进步的 也挺开心的 那两个孩子有没有去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考级啊这些事情啊 比赛没有去 今年会给他们考级 打算直接是考哪一级呢 二级 二级好 嗯 好的 压力大吗 啊 小朋友尽力 好的 我们也祝有小朋友就是说顺利考级成功啊 两个孩子以后的这音乐上的学习有什么其他的期待吗 你会想再让他们学第二种乐器吗 还是说你希望他们在钢琴上有更高的造诣吗 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哦 我希望他们把钢琴学 先学好吧 最后的话我想问你对就是其他的家长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们家做家长一定要督促小朋友 练琴 比如说 啊 去上课啊 我们家长要陪着去上课 在家里面练琴 我们要陪练 要陪在他身旁 对 所以这个陪很重要 对 很重要 而不是说只坐在旁边 玩玩手机 而是要真正的上课时要仔细听一些知识点 对 要看老师怎么样 怎么教他 我们也要看 那回来督促他练琴 对 对 对 非常感谢Jonathan和Justin妈妈的精彩分享 三位妈妈的分享 三个不同的家庭 都是差不多两年的学琴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家庭的音乐背景都不太一样 但他们的具体做法 却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 家长都会和孩子一起上课 并记住学习的难点 孩子在家里每天都会练琴 还有就是几位妈妈 会使用不同的方式 来奖励和鼓励孩子弹琴 其中具体的方法 每个家庭又有所不同 比如Alexa的妈妈 要求孩子弹完琴 才能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Cala的妈妈会使用计时器 记录有效的练琴时间 而且要求每天达标 Jonathan 和Justin的妈妈 给孩子奖励积分 然后换取小礼品 几位妈妈还会根据孩子的个性 而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 有的孩子好胜心比较强 有的孩子可能比较享受 妈妈把自己的谈心片段 推到朋友圈 或者是YouTube 这些都是对Jonathan和Justin 两个男孩 比较有效的激励方法 而Cala很享受 上台表演得到表扬 还有在学校音乐课上 得到老师的认可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供各位家长们参考 在孩子们不想练琴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几位妈妈也有一些 很好的建议 比如可以把练琴的时间 分成几个小段 分别在一天的不同时候完成 也可以考虑孩子和家长 都暂停一下 还有就是爸爸在这个时候 可以起到很重要的调剂 和缓和的作用 还有一点三位妈妈都有提到 就是他们的孩子 在学情过程中 都有遇到过比较困难的时候 比如Alexa对切分音的掌握 卡拉在读谱上遇到的挑战 Jonathan和Justin在手指运动上的练习 都练得很痛苦 而且都有告诉自己的妈妈说 我就是练不成 应该怎么办 但是几位孩子也是不愿而同的 通过妈妈的鼓励 老师的指点 坚持练习没有放弃 最终突破了自己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经验 我想对孩子以后的经历 无论是学琴 还是生活中遇到的挑战 都是极大的人生财富 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通过学琴去经历这些挑战 并突破自我 无疑是一个非常适合的 对个性和品质的磨练 最后要提到的是 今天受访的三个家庭 都是在皇后区 小静的Joyce音乐中心学琴 Joyce音乐中心课程设置有 钢琴 大提琴 小提琴 中提琴 长笛 单管管 声乐和合唱团 有兴趣报名的家长 欢迎联络Joyce音乐中心 地址在小静25220 北方大道204房间 联络电话718-428-3048 在节目的最后 我为大家播放一首 由卡拉伴奏 卡拉爸爸唱歌的一个小片段 作为节目的结尾 我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 可以通过这样的小型家庭院会 去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各位家长们有所启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希望您喜欢本期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 欢迎您关注爱家网公众号 北美爱家 爱家网官方网站在 happyhomekeeping.com 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爱家网官网 爱家网微信群 Facebook YouTube iTunes Podcast 还有喜马拉雅六个平台同时播出 欢迎您关注 并选择方便自己的平台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Alexa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我是Alexa 今天多大 八岁 学情的过程中你有什么人你觉得想要去感谢的吗 妈妈爸爸和我的老师 为什么现在弹琴弹得那么好 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有这方面的才华 还是因为你很努力 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幸运 很努力 What's your name? Kala Is there anybody you like to sing when you learn piano? Joyce and mommy Because mommy helped me a lot and Joyce taught me a lot of You're able to play piano so well Is it because your talent? Is it because you work hard? Or is it because of your luck? Because I work hard Because you work hard 咱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咱们打起来 好你先来 咱哥先来 哥哥在看旁边 咱们 到底像 好各位